今天我用中文讲 材料是英文的 就是关于这个边缘计算 然后同意管控方案的思考与实践 因为是OpenStack峰会 但是呢我们认为上面的大数据 AI或者说边缘计算这一类业务 只有明白了这些业务 它是什么样子的需求 就是管控面的需求 我们可能才知道OpenStack 该怎么在这中间发挥作用 所以基于这个思路呢 我今天主要演讲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分析一下 面向边缘计算 就是包含OpenStack这个管控体系 它到底包括什么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 现在按照就是ETSI NFV还有MEC 这两个标准组织 还有一些产业联盟的一些专家的理解 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有哪些挑战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结合我们 中国电信在一些省份的 合作试点项目的经验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第一部分呢这个是来自于一个 一个比较高端的会议的一个内部材料 然后我把它摘出来了一些数据 他总的来他认为啊 未来我们所有事情就是业务和技术双轮驱动嘛 所以我们在谈技术之前 我们要从业务谈起 然后现在呢他们认为有三大因素 驱动着这个业务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海量的数据 海量的数据呢 它就是作为就是这一轮所有的这种 AI负能的就是统计学的这种 AI能力的原料 然后通过它我们玩各种各样的方案以后 它就像一个 它用它来训练出来的AI能力 不管是用于管理还是用于业务 它更像一个粘合剂 润滑剂 然后第二个是业务驱动 我们都知道就是移动通信 每一代都会差不多带宽啊 在那最简单的理解 带宽提升十倍 所以随着5G SA独立组网的开始 我们中国电信全球首次在深圳 已经开通了这个5G SA的上运网络 所以会有基于移动三大场景的 EMBB的 大带宽的 然后还有URLC的 还有就是MMTC的 在这三个场景中 会爆发出各种各样 交叉型的这种业务 结合之前 就是我们在基于过往的云计算 包括NFV SDN方面的积累 我们认为业务的多样性 或者说新的 5G时代的这种业务应用的独角兽 随着他们的崛起 更多地会给我们通信运营商 提出很多各样的挑战和需求 这些需求也是促使我们进一步 推动快速渐网的一个 核心的分析的材料 第三个就是云化网络 虽然说基础运营商 我们电信是2025年才能完成网络重构 但是现在很多试点上 我们的基础网络都已经开始 逐渐地在云化 然后这里面呢 下面是 就是基于业务场景 业务形态 包括它的一些特点 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特点部分呢 我把它分析了一下就是重计算还是重网络 然后它们有各种各样的四种组合 还有后面就是我第二部分分析的这个业务驱动里面 典型的一些业务怎么进行分类 最后呢我就认为 这个海量的数据和这种多种的商业模式的驱动 以及这种云化网络的就绪 会促使着未来 也引领着就是大家更多的 最后在一个比较融合的领域去考虑问题 而这个融合的领域就是我认为 就是边缘计算 在边缘计算里面 可能大家在今年吧 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解读 很多人会感到困惑 很多人也会觉得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但是呢 整个来说就是运营商 技术运营商和OTT 以及垂直行业应用的这种服务商 它们的理解是不同的 主要分为两派 第一派呢就是说像左边运营商 他们就认为边缘计算 这个不是新兴的东西 我CD音不是边缘计算吗 我的很多这种给基础 给BAT以前租的这种成云网的泡布点 都是边缘计算 然后呢 这一轮以5G MEC带来的这个边缘计算热潮 更多的是把我的网关 就是移动业务 它有一个网关叫UPF 在5G的时代 然后过往业务 随着它的云化 它有一个微缘计 微缘计的优面 都会在就是 你只要通过运营商的网络接进来 移动网和固网 都会接到这里 这两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数据进一步的 是引流到MEC 边缘计算的平台 然后在边缘计算平台上继续 然后部署边缘计算的业务 然后同时为了管理这些东西 会有一钱 因为运营商更多考虑的是 基于电信云嘛 这是它的优势 所以会有运作电信云 NFV的管控系统 这中间包括OpenStack 然后也有MEC的 一些相应的管理系统 到最后这些管理系统 最后是边缘计算所需要的 我们在考虑的时候 边缘计算挑战的来源 而运营商的考虑就是说 我不能被管道化 我更多的是数字化 什么数字化企业 所以它更多的是 不愿意把这个网源的能力 直接开放给第三方的MEC平台 然后呢 而OTT的理解 它总的来说 它认为边缘计算呢 就是一种商业平台的 在边缘的一种扩张 它的意思就是说 首先它过往领域 和运营商一直在合作了 所以增量部分来看 它这个UPF 5G的UPF 它就是说通过标准化接口 你不把这个业务 提供给我的平台 就是阿里的平台 腾讯的平台 百度的平台 然后呢 核心网 因为你要做这个 引流的预配置 UPF引流的预配置 和计费 所以你要给我开放一个AEF接口 到我的边盘系统 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分工界面出来以后 就是运营商继续做 5G时代的移动管道 然后剩下的 我可能BAT一些大厂商 根据能力 甚至可能在玩全家桶方案 这样的话 就是这是运营商极力必满的 所以就会有这两个分歧 基于这两个分歧 形成两个派别 以及各种各样的 对边缘计算和5G时代 5G加MAC的切片的这种解读 所以理解了这张图 可能很多背后的解决方案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第三个呢 就是边缘计算这个东西 有人说边缘计算就是 我把边缘计算平台放到基站那里 然后呢你的手机就是终端 好 终端到M1C 再到核心网 再到内容源 这就是边缘计算 好 我把它称之为 三种部署形态中的这种物理 移动边缘 移动边缘就很简单 它主要是提出的就是 对这种移动网络的一种 像终端 终端不一定是我们的手机啊 可能是智慧家庭中 任何这种LT应用 然后这种呢 它主要就是 不一定放在基站 但是呢它就是主要把M1C呢 当做一个能力 能力平台 或者说叫一个PaaS平台 然后放到5G核心网 端到端到任何一个地方 来提供服务 然后第二种形态呢 就是之前我们的4G时代 就已经很多厂商 我记得的浪潮啊 华三啊这些厂商 它可能做不了4G核心网 但是呢它想做4G时代的M1C 这品生意 所以它就把M1C呢 当成一个网源 网源呢就像我们的路由器 交换机 当然可能有些业务处理 层的东西 所以呢它就是通过 我不管是放在 移动网络的这个基站 到核心网之间 还是放在固网的 VBNG 它的业务网关 和这个 OLT之间 然后来做这个网源的功能 最后通过把标准性的 通信协议解开 然后引流到M1C处理完 再分出去 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呢 这种方案我们认为就是 是一种方案 但是在5G时代 不太聪明 然后 最后我讲一种就是 M1C Integrated with 这种就是基于电信云的 我相信运营商 如果网络存购 快速推进 按照预期推进的话 运营商在提供的时候 如果不是特别强调 部署在边缘 低延时的话 它会放到它的边缘云上来做 因为在边缘云上 它有很多它独有的优势 下面呢 下面这三个图呢 我是想结合就是我在这一年的跟各方讨论的过程中总结了三个 三个就是三种部署形态 然后呢我把它放到就是基于电信网络的场景中到底这三种形态最多的该怎么部署 第一种就是说这种它作为一个移动边缘中的一个能力平台 更多的是我看到就是在这叫现场级的边缘计算 它可能因为港口工业园区的控制 很多地方 它的核心最求就是低延时 然后同时高性能 同时高安全性 核心最求第一个就是说低时延 它就是要把运营商的5G的基站和核心网 它切片全部放在它这个园区附近 然后M1C平台和它M1C平台尽量地放在这之间 然后和它内部的IT系统 已有的IT系统做互通 这种方式呢 同时数据就可以不出圆区 我这个绿色的框就是它的圆区范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像北京首都机场啊这些厂商 这些用户他们的诉求就来自于这里 第一我要用你基础网络运营商的一些基站功能来接入 非常方便嘛 组网灵活 第二你要给我5G切片 我舍得去花这个钱 因为你这个切片如果放到北京首的你的机房里 我觉得我的数据不安全 第三 我的这个M1C平台要和基站打通的同时 也要和我已有的IT系统打通 同时数据不能出这个圆区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给的这个呢是现在呢 就比如说智慧城市 它真正在运营商的网络中落的时候 它是需要左边是固网的成语网 右边是我们移动网的成语网 很多时候在做智慧城市的时候 可能政府在做试点的时候 可能基于一个城市的一个大区 然后来做 然后对应到固网领域可能就是一个MSE 或者说一个VBase 它介入到VBase以后 因为运营商的网络第一条一定要到网关 所以然后接下来引流到M1C平台 然后又因为我的网络存购以后 我的控制面更多的匀化了以后 所以对应着从低到高有三级的DC 所以更多的是 我的OpenStack发挥的作用 更多是部署在核心网的 就是每个三级DC中的 DC内的OpenStack来控制这个VBNG 或者说一些EPC的C面 然后来做这种业务 随着部署位置的不同 低时延的我们尽量往下移 然后最低是基站 然后是我们的A环 然后到B环 然后固网领域基本上就在 VBNG这个业务网关的附近 所以红色的是它的业务流量 然后更多的在DC内的是 OpenStack控制的C面 来控制这个业务网关 它的本质上来说就是 还是把MEC当成一个独立的网源 但是呢它是通过 你的介入流量要通过运营商的网关 来分给你 运营商的网关被OpenStack控制 第三个呢我认为是 就是现在来看可能运营商 如果前面前两种都是有客户的一些特定需求 做一定妥协 但是这种就是运营商 基于它网络重构的这个架构 然后在电信云内部 然后部署MEC的各种MEP MEPM这些东西 然后可以做到就是 以后 MEC节点非常多的时候 云边协同 边边协同 甚至是犯接入 下一个阶段 犯接入到边缘计算的时候 它会有最大的弹性化 包括运营商一些电信云广覆盖的这个优势 好 前面讲得比较深入 这里我就 大家都是专家 我就讲得简单一点 边缘计算呢 我认为它的整体架构是这么来看的 首先就是说 因为5G比较火 它边缘计算的接入 包括移动接入 也包括固网接入 然后接入完以后会有这个S层 然后提供基础设施 我基于边缘云的这种方案 然后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MEP的平台 这是目前ETS MEC组定义的一些基础性的API能力 然后最后呢 因为电信做嘛 所以它的基础网关是云化的 不管是5G的核心网 还是VPNG的C面 都会在核心网 就是全省的DC里面 然后这样就组成一个 就是边缘计算的一个 基于边缘云的边缘计算的主要方案 然后我们说OpenStack主要是管控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管控面刚才画了业务图 然后在管控面 现在有几点是需要考虑的 这是边缘DC 这是核心DC 然后我们都知道NFV呢 实际上随着它逐渐的部署 NFV的这一套Mino系统啊 它渐渐地我认为会演进成 就是固网领域的核心网 当然没有这个叫法啊 因为固网领域它不像以前移动领域 它有一个全省集中控制的核心网 它会做非常的灵活 但是现在呢随着一些项目的推进呢 我认为现在的渐渐地很多省 随着可靠性啊 它的验证 它把NFVOVMFM VIM这些东西的网关 都主要布出在这个全省的DC 然后边缘呢 就是边缘计算 多出来这两个管控组件 就是MEO或者说MEO 有的叫法不同 MEPM这个东西 会不会部署在边缘计算的节点 我认为现在因为项目还少 然后呢很多人想事 他就是把它这两个新的组件 部署在边缘 但是到最后 如果一个业务要跨多个 不同物理节点的MEP的话 这个MEPM 放得过低 是不是太好 是不是不太好 所以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会不会MEO和MEPM 以后也会部署在核心节点 那就意味着 你的边缘节点的 只剩了一个边缘云管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只需要讨论的 当然上面呢 我写了很多理由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分析完这个构成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讨论的问题的scope 然后接下来我们讨论中间的挑战 挑战我刚才说了 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这个 统一这个融合管理的 在融合管理的时候 我们认为管控面主要是这些部分 这两个红框里的东西 首先我举一个例子 也是大家就是说 今年说得比较火的就是 智慧安防这个例子 智慧安防我们都知道 基于AI的这种在线式的人工 智慧安防是 不管是海康威视 还是其他的 SAT合作 就是这种解决方案 这种提供商都在极力推荐的 它的核心的业务模型是 我把视频的监控流 然后通过摄像头拿进来以后 我这个流量不是要做数据标记 做视频分析的切割 然后最后做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吗 我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我要在核心池子里 有GPU的池子 或者FBG的池子里面去训练 边缘云做不到 但是呢 我训练好的这个模型很小 就像我们现在手机的 这种中端都有AI的这种 深度学习模型嘛 我把这个模型 在线式地推动到 边缘的业务平台上 MEP上 可能作为AI的一种能力 平台的AI能力 然后最后边缘业务通过CPU就可以 做边缘的推理 然后不断地迭代 那这个方案中你会发现 它需要的 这个以后呢 其实是很大的提升 第一个是 就是说 以后我的深度学习模型啊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在线式的了 并且它是可以不断完善的 对于这个模型化 的东西 它其实引发了一个思考 就是 我可能 我以前电信云考虑的 边缘节点和核心节点 更多是资源层的管理协同 其实不够 我可能是需要PASS层 的协同 我甚至可能需要SaaS层的协同 因为本身 NFVO和MEO 这两个东西的出现 它就是有一个 它管SaaS嘛 它就是一个SaaS层的协同 的问题就出来了 比如说上面 我们都考虑上面是运营商的 这两个DC接的是运营商的 OS BOSS系统 那这个BOSS系统 比如说有些业务的时候 它用到NFV啊 但是它是MAC业务 那这个业务是MEO发起的话 它是不是要掉NFVO啊 这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 除非说这个场景我们不玩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两个节点之间的云边协同的挑战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所有的业务 我可能部署一个 基于电信云的边缘计算方案 我需要UPF 我甚至需要多级的UPF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默认 我从业务从MEO发起 然后它要传给NFVO 因为它只有传给了NFVO NFVO才会去给它建这个UPF 还是说 你不能认为 我所有的业务都是 它是默认已经有UPF的 至少它虽然不是说一个在线 是一个紧密的一个交互操作 但是这个东西 两个系统不可能无感知 无感知的话就是 我们过往领域叫夜控分离 会不会说资源和业务就是分离的 那资源和业务分离的时候 那就是用人工统计的方法来协同 所以这个问题 节点之间两套业务系统 以谁为主 以谁为辅 我等一下会具体讲 但是呢 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主要来自这 管理上主要来自这两个 然后呢 这是一个就是一勾计算 第二个挑战 第二方面的挑战 一勾计算呢 这主要是现在边缘计算的 就是业务场景越来越多了 我们都知道 越边缘的地方越复杂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硬件 它可能不是X86的CPU 可能是GPU 可能是FPG 甚至可能是ARM这些东西 它在做这种 不对 说错了 这里应该是就是说 我详细来分析一下 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挑战 就是云边协同中 它到底分哪些部分的挑战 我把它分为四大类 就是从应用程序类到平台类 再到这个运营商网关类 和这个资源层 然后这四大类又分成七个小类 六个小类 它每一个地方 这边是边缘云 这边是核心云 它们之间要交互什么 就是要协同什么样的管理问题 如果细分的话 而这样的管理问题 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挑战 然后这个 有一篇 我发过一篇论文 把这个就是今年吧 把这个问题专门地描述过一次 有机会大家可以参考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详细说的 就是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 这是NFV 做NFV做电信云的人 天然理解的 就是我在变信云的基础上 做变运计算 我就需要 就是我有NFV的时候 你把这些MEC的组件建起来 但是就是 这个问题 谁来调谁 对于不同的场景的时候 这就会引发问题 我们需要思考 至少要给出一个方案 不能是两个都可以 这个是 就是MEC组 MEC ETSI的 MEC组 它在制定标准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group 就是MEC-NFV 然后它在看问题的时候 就很简单 它认为 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电信云 这是VNFV 对吧 它实力化一个 各种VNF的生命周期管理 那它认为 MEPM 就是一个VNF MEO也是一个VNF 甚至是MEP都是一个VNF 然后呢 我把这些都弄好以后 你们做实力化配置 配置好以后 然后 你最后你管理就行了 然后这所有衍生出来的组件 我认为都是一个 一个的VNF 但是如果做电信云的时候 都知道 你业务层的管理系统 你和我真正的电信级 可靠级的 网源级的这些东西 要求都不一样 我可能比你高大上的多 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多灵活 没那么多功能要求 所以这中间在实施落地的时候 ETSI MEC组 它现在更多地在定义 这些框图了以后 说这是一种方案 然后呢 定义了很多MEP女人的功能 但是我认为 是因为它的组的角色问题 它更应该是 这种方案 到底能不能去 我用电信云的这些东西 把业务层都管了 对我电信云的管理面的 挑战有多大 我实际上 我有必要管业务层 那么细的东西吗 还有这种方案的问题 就是属于 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去盯 在电信云里面 NF和MEC 到底怎么结合 做NF的人 他不懂这些 做BNG3的人 他可能不懂这些 所以我们在最后落地的时候 管控面 总要有个协同 如果协同的话 请问 VIM接哪里的需求 如果两个地方都发需求呢 冲突呢 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要去考虑 这里呢 就是说 我说的这个 Ego计算 Ego计算呢 现在不管是ECC的 ECII这个组织啊 都在做啊 这个 我自己在上海MWC 电信展 他也做过一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基于Cyborg 这种模型 然后OpenStack Cyborg项目 然后对Ego计算呢 它的管理调度 做一个 也就是说 Ego计算的计算资源 你的虚拟化层 甚至裸进手部署的时候 你只要把你的计算 IC导致的不同 你把它屏蔽掉 剩下队伍的管理流程 我通过Cyborg这种方式 甚至适配开发 我基本上可以搞定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边缘计算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边缘计算的节点非常多 我看过一个联通的报告 联通的报告是 初期他没有上 三千个边缘计算节点 这样的规模的话 它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运营商你在省核心 你的运维能力是很强的 地势核心你还可以 但是如果边缘计算 往线区级这样去落的话 我节点众多 我不能远程维护 远程运维的话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灾难 这个可能到最后 本来是一个挣钱的东西 会变得不挣钱 甚至是赔钱 无法违纪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做边缘计算的 物理硬件的时候 包括甚至是管控层的时候 这些软件的时候 我们都真的要考虑到 就是自动化运维 远程故障排查 包括我们不限一力 只用AI的能力 其他一切的能力 我们去优化我们的PIM 我们的VIM的能力 这些对我们本身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挑战 当年在电信云的时候就有 但是电信云更多的 它的着业务还在省中心 这个需求更多地说一说 但到边缘计算时代 这个远程运维 然后集成化一体式交付这个需求 会变得非常非常地迫切 第三部分呢 我就讲一下 就是结合我们 怎么在浙江做了一些试点 然后这个当时胡总 在那个Keynote Speech上已经讲过了 就是整个来说 我认为 别的不说 中国电信在这一方面 做的是比较彻底的 就是 从这张图上 我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电信云发展的三个时代 第一个就是IT云时代 IT云时代 我可能这个集团的总控 我的Gateway 所有的业务都在这里 因为我的业务比较少嘛 也比较集中 各个省都有一个池子 所以我 我一管31的话 我可能这里面就做业务的发起点 但是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做电信云的时候 我们发现 可能电信云每个省 你看这最简单的 每个省的套餐都不一样 对吧 你每个省的业务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我不可能把我的一些 VIM管理的Gateway 还都放在集团中心 这会造成非常大的制约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 省一级的这个地方 就开始布Gateway 如果不需要向集团测交互的时候 我们就在省一级交互完 跟区域DC 交互完我们的核心DC 我们的边缘DC 都可以相应的业务开通啊 做一些运维 但是呢 随着边缘时代的到来呢 就多了两块东西 第一种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我不可能 我在边缘一个节点 我可能是一个44的 一个整机柜 但是里面我如果放高可用的话 1比3的高可用 按照WinStack 我可能要花三台 6U的服务器 去装管理节点 这种开销比例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做 轻量级WinStack 当然这个移动啊 联通啊 都在CCSE有些立项 我们电信呢 在国际标准组织我也推过一些 但总体思路来说就是说 避免啊 就是为了轻量化 你到最后做的工作量极大 不可维护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StalinX StalinX是一个最近的比较火的地方 比较火的 我们集成公司也做了很多的这种适配开发 包括对它深入的理解 这个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专题去 后天是吧 后天有个专题讲这个 所以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总的来说 对轻量级WinStack 我只有一个个人判断 这个资源呢 可多可少 但是如果为了省一些资源 你花费的功夫过大 给麻雀做了一场手术的话 我需要给麻雀做手术的话 那这个成本我们也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不能最新于玩 就是轻量级的OpenStack 据我这些项目的 我的建议就是 完全你把高可用从1比3做到1比2 做到1比2以后 你只装11、12个主要的组件 你资源量并不大 甚至你现在很多都是基于容器 去虚极来部署的 高可用是在系统级也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这个轻量级分Stack 利益非常好 但是最后不要做歪了 因为现在还在进行中 所以我没有最终的判断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在浙江省 我们基于刚才整体的视图 浙江省呢 它是一个就是 以中小企业的经济为主的 这个省份 所以它就 就是相当于浙江电信 就做了非常大的 面向中小客户这种饱和攻击 市场策略的饱和攻击 它就先后出现了 就是IT云 ICT合作的云 然后有后来出现了CT云 包括CT云上 它也是第一个推出这种 这种智能炒表 这种真实业务的 取得了收入 包括现在它做了这种 11个节点的 边缘节点的规划 要做边缘计算 今年做的一些东西 所以整个来说 通过这张这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电信 现在统一融合云管的能力 主要是四个特性 就是统一的业务抛头 统一的管理运维流程 统一的这个业务交付发布 然后最后是一个统一的运维管理 然后这四个方面 就相当于四个主线 这个主线 我们以后可以跟边缘计算结合 可以和AI结合 但是总的来说 有这个框架以后 我们在上面 不管是像浙江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会有边缘云地势区 然后这是线区 这是地势核心 这是两个核心 区域DC 具体的细节呢 就是很多论文中 我也都引用过 大家可以去看时间关系 我就不在这里面的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针对于 因为这一部分 主要是来解答问题的嘛 针对我刚才第二部分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MEC的管控系统 和NFV的管控系统 怎么去整合到最后 怎么去部署 最后把需求提到云管 和云管配合起来 把就是涵盖边缘核心 到区域的这个业务做起来 我给一个就是 一个方面的建议就是说 分阶段去引进 第一个阶段呢 我可能 我边缘计算业务比较少 我可能 现在省核心不是有NFV了吗 NFV有了 我可能就把MEO这个东西 先放到NFV 然后做一个互通 然后我的MEPM呢 可能就是说 我可能刚开始 我这个首先 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我可能不做 全省级的部署 试点更多是在一个地势级 这下面就是我的边缘几方 这可能很低 很靠近用户 这是我的地势核心 我在试点的时候规模有限 然后在地势核心理务部 统一的管控面 这是NFV的 这是VIM NFV的VIM 然后呢 在MEO 甚至是 这个我不知道NFV这个地方 因为它俩职责有交互 有重叠 可能会引起冲突 我暂时放在一块 甚至是一个组件 同场上的话 然后呢 我把MEC单独提一个VIM 这是NFV的VIM 然后MEC这个VIM 有可能是 它的Gateway就布在 这个地势核心的这个VIM 它本身只做一个代理 不做这个Gateway处理 最后我的MEP下去 然后呢 因为现在的初期业务 MEP很少 所以 MEPM这个时候 我甚至的建议可以布 因为布了以后 无端的流程 会非常复杂 并且你的MEP 我现在的MEP的这个能力 都是非常固定的 我试点的过程中 看到很多厂上的方案 这个是最快的 把BN计算 在一个地势节点 该有的都有 该验证的东西 都可以验证 然后到最后 慢慢演进的阶段的时候 我可以渐渐地 因为我这个省核心已经有了 这是地势核心 这下面是边缘 在这里呢 你看我省核心 因为我是CT云的股价 来做边缘计算 所以我CT云的核心管控面 肯定在地势核心 在省核心的 但是呢 我的MEO这个东西 甚至是VIM 就是多级的这种VIMFM MEPM这个东西 渐渐地放到地势 然后这个MEC呢 按照规模 如果 就是这个边缘计点 在一个地势内 它边缘计点 足不是很多的话 依然可以把Gateway 放在地势核心这一层 因为电信云的实验 是撑得住的 然后我觉得边缘计算 它要求也不会太高 这样子的话 就是慢慢地 再把过往领域的 边缘计算再做起来 过往领域 我简单只提一句 不是过往领域不重要 是因为BAT这么多年 天天向电信运营商 买成云网的泡谱点资源 就是成云网 电信的 成云网里的云解点 它买了以后 那个泡谱点 就是它的边缘 都是过往的 就像CDN它玩得那么好 全世界 BAT的CDN都做得非常好 只是说 但是有些场景 如果不强调移动性的话 我不强调 我不是非用5G的时候 从成本考虑 不是边缘计算 过往的边缘计算 不要干 是要干 但是呢 就是一个商业策略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问过我这句话 我这里我敢大胆承认 就是到最后 发展出来的边缘计算 固网和以往都会有 看需求 看价格 然后呢 浙江省的两个试点项目的方案 这是一个浙江省 关于一个工业园区的 一个试点方案 它整个来说 它就是说 通过固网 它把一些工业园区 整体啊 可能里面有很多企业 它把它的安防 甚至一些数据安全 这些东西 全部都做起来 然后呢 它又通过5G网络 然后把这些工业制造啊 这些东西 甚至机器人巡检这些东西 开始慢慢地让一些 赶试的企业开始试起来 最后呢 它把它的网关 因为是一个园区嘛 我们本来都会为园区 设置一个小机房的 所以就是说 把我过往的网关 和我以往的网关 都放在这里 故意融合 然后上面搭建统一的M1P 然后把流量引过去 上面放一些SaaS Mbng3的SaaS 最后呢 我的核心网 可能是一个切片 可能是整个核心网 正好就在这附近 然后我的固网呢 然后固网里面 因为它的C面 就已经布到云上了嘛 所以我认为固网的核心 就在共有云 或者说在电信云上 就这样一个架构 这个试点的亮点是一个 就是说 首先它要是增量的 边缘计算 5G加边缘计算 这块心情的业务 然后第二个呢 它要试着 就是电信云下一步 你肯定要做故意融合的 所以故意融合的话 在边缘计算里面 我的网关要融合 很多业务要融合 甚至是 它和它之间 会不会有业务的交互 最后呢 我的核心 因为 因为现在还不是 但是呢 以后很有可能 这两个东西 对电信云来说 就可能是一朵云 就是物理上 就在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统一组网的话 我上面是统一的 这边是可融合的 这里网关是统一的 这会 就是方案的验证 永远它最大价值 是可规模复制嘛 然后这个方案 如果验证清楚的话 它有什么意义 就是我OpenStack 管理的这三层东西 随着这个地方 也可能做VR 不是什么VORT这种东西 我可能我的管理面的压力 这中间都走的是VPN嘛 多极OpenStack 可能从核心到区域到边缘 我可能业务就比较成熟了 对于广泛边缘计算都来的时候 甚至边缘计算多几点组网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 非常的有把握 这个呢 比较复杂一些 这个是一个现场级边缘计算的方案 这个方案呢 就是它归根结底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通过边缘计算 M1C到基站附近的这个M1C 几乎就在现场了 这个真实的部署的时候 就在基站附近了 然后这是类似于一个CPE的东西 这是一个这个业务的终端 这是业务的运营商策的这个终端 然后接进来以后到基站 再到M1C平台 最后再到我的回传网 然后最后到5GC 这个5GC是个切片 不是一个单独的5GC 然后为这个企业提供什么 就是提供就是说 我从一些生产企业 我从物料口的这种 各个生产线的 生产流水线的物料口的 这个高清4K的这个视频的 监测分析 AI分析 然后呢 我可以去改善我的生产工艺 这个名字不能直接说 企业的名字不能直接说 这个已经在用了 然后效果非常好 已经获了很多行业界的奖了 然后这个方案的创新点就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商业模式中 边缘计算商业模式中 只有现场级边缘计算 它的商业模式 付费主体非常清晰 并且可复制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我首先验证了5G切片 第二我验证了边缘计算的 这个部署在基站附近 有没有各种各样我想不到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把AA的能力进一步地往 动物和一些设备商的合作 把AA的能力进一步往M1P上去融合 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业务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商业上的特点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运营商做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是为这个客户提供的 而这个客户最后 把他的pass能力做好了以后 就是和运营商的这个BN计算 这个还有5G切片结合好了以后 他又把他这个能力 作为一个中间商 又卖给了这些中单客户 所以他是已经含着一个 2B2B And2B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他的创新点就在M1P上 M1P的能力上 然后他的 依照不过运营商就是他要 就是向各种各样的客户提供的话 他要保证5G的端到端 如果你真的需要5G切片 我真的可以做到 第二个就是说 在基站附近去布 跟着运营商广覆盖的基站 然后这上面呢 就是核心网的一些交互的流程 然后这中间也是 核心网各个组件之间的业务流程 就是来进一步说明 5G切片的时候 UPF到核心网 AMF SMF该怎么做 包括机费 我具体就不再展开了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这么多 我最后我要请我们的 我认为在我了解OpenStack这么多年中 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实战派的专家 然后他来针对 因为是OpenStack的峰会嘛 我们最后落脚点是OpenStack 就是上面做了那么多试点 以及提出了那么多挑战 我们中国电信自研的OpenStack 这个是真的在商用啊 在全国都在部署的啊 我们做了哪些方面的考虑以及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有请陈老师 好 谢谢许亮 谢谢 MEC已经来了 然后呢我们的确刚才看到了它的一些挑战 然后作为OpenStack宝宝压力会有多大 然后根据我们在现网的生产的实验 还有一些生产的部署 我们做了一些思考和实践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分成四个方面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大量的分散的边缘节点的 这个集中管理的问题 同时呢在这些大量的这个分散的边缘节点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它要更加靠近我们的业务 靠近我们的应用 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整个云的基础架构里边 我们增加了一个叫汇聚层 汇聚层它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它要在更加靠近边缘的地方 把同类的边缘节点提供一定的这个管理和运维能力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分散的边缘节点 将来怎么去维护 怎么去进行一些这个管理和协同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因为在边缘节点里边 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 但是实际上它的应用很复杂的 因为MEC场景它是IT和CT相互融合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它上面会部署有各种的应用 那我们在OpenStack里边 实际上这么多年 实际上OpenStack自身 也有多种的这种部署和应用方式 那在MEC里边我们总结了 总结和分析了这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MatiRegion 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每一个边缘节点 或者是每一个云节点 都是一个独立的Region 在这里边我们又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就是基于标准版的OpenStack 那这样的话在这种场景里边 可以提供大部分OpenStack 自身已有的全部功能 第二种场景呢就是因为针对于边缘 它的资源的有限 那我们考虑是用轻量级的OpenStack 那轻量级的OpenStack 我们现在考虑的需要做一些优化 也就是说接下来可能在社区啊 还有一些相关的同事 我们一起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包括我们的调用路径的优化啊 还有这个缓存的合并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组件的裁减 我们的依赖的一些去除 所以这是关于在这个MultiRanger的方式里边 我们需要做一个轻量级的OpenStack 应用在边缘场景 第三种呢就是说我们把计算节点拉远 那这样的话计算节点拉远是作为一个边缘 边缘节点 那控制节点还是在一个相对中心一点的位置 然后另外呢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说利用我们StackX 因为这个是放的第三种 而且呢我在后面会有简单一个介绍 因为这个还是在这个开发研究过程中 除了这四点之外 我们还考虑了像MultiCell 把Cell拉远到边缘 然后还有TreeO2O的这种方式 通过一个代理 然后OpenStack集联的方式 那目前我们主要是采用的前三种方式 第三个呢就是说在MEC场景里边 实际上它除了我们的这个虚拟化 实际上更多的MEP它是运行在了container 就是说容器上面 所以呢我们在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需要把KBIS这样的容器平台 在这个OpenStack怎么能够融合在一起 第一个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管理 它的虚拟网络和物理网络之间的 和容器和虚拟化之间的一个融合 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用OpenStack的包括Sender的 还有我们Neutron的这些能力提供给KBIS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白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KOO的一种方式 第四个呢就是说针对于EGO的加速资源的管理 实际上在这个边缘节点需要它承载一个 就需要把我们的网络流量 把我们的计算能力要卸载在边缘节点 这样来避免都到中心云去 所以呢我们需要去支持全部的NFV的计算特性 以及GPU 还有FPGA NVMe 这些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探索 就是包括用Cyborg去做FPGA 还有做GPU的一些这个试验场景 第五个呢就是说在边缘节点里边 我们需要进行统一的管控 那叫这样的话就是在基于我们OpenStack基础上 得需要增加一些PIM的功能 就是我们需要把除了物理主机 包括交换机 包括还有这个出口的一些网络设备 都要统一管理起来 这样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运维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人直接到现场 我们需要远程统一运维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解决一个协同的问题 这样的话能够实现云边协同和边边协同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积极地引入Stanix 因为现在Stanix已经到了2.0的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会在Multi region 这个计算节点拉远的基础上 会把Stanix完全引入到我们的边缘节点 好 时间刚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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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